永昌二年初,史可法亲自安排高杰率军北上,计划配合清军的攻势, 自开封后向西面形阳洛阳一带推进,以达到连路平寇的目的。 高杰出兵时,曾向豪格写信,信中有 关东大兵能赴我神州、葬我先帝、学我申愿、救我黎明等语。 正月初时,高杰同河南巡抚月期节寻暗陈浅夫带领军队来到崔州, 镇守该地的河南总兵许定国已经同青方秘密勾结, 他一面出城拜见高杰,一面进行暗中策划。 12日,许定国在崔州城内大摆宴席,高杰只带了300千兵进城赴宴。 许定国事先埋伏军队,把高杰和随行兵族全部杀害。 第二天,高杰不重得知主将遇害,愤恨不已,立即攻入崔州, 对居民大肆屠杀进行报复。 许定国则率步过河,投降清朝。 高杰一时,南明的进军计划自然泡汤, 但军中无阻,护下兵马乱作一团。 黄德公又想趁机瓜分高杰部的兵马和地盘, 双方剑拔弩张,史科法亲自赶往高杰军中做善后工作, 立高杰的儿子为星平四子,高杰的妻子行事, 担心儿子幼小,不能服众。 他知道史科法没有儿子,提出让儿子拜史科法为义父, 然而史科法也许是顾及朝中的舆论, 也许是看不上高杰的刘贼出身,拒绝了这项提议, 却让高杰的儿子拜太监高启前为义父。 这使得史科法失去了一次掌握星平凡军队的机会。 3月23日,左梁玉称奉先帝太子密造前往南京救驾, 以讨伐李世英为名,全军乘船顺江东下。 4月初一,左梁玉兵至九江, 邀江都元济贤到州中相见, 逼元济贤一同前往南京,清军策,救太子。 元济贤回城后,命部将坚守九江,不准左兵进城, 不料部将张世勋已经同左部将领私下勾结, 夜间纵火焚成, 城中顿时大乱, 元部诸将不能存身, 披门而出同左军合营, 左梁玉趁势杀进城内焚烧掳掠。 元济贤无可奈何, 只好同左梁玉及其麾下诸将约定严禁烧杀抢掠。 当左军由九江东下时, 4月初四,左梁玉在半路病死。 左梁玉死后, 部下诸将推其子左梦庚为留后, 继续引兵东下。 而在此之前, 清廷也已经派遣夺夺进军江南, 一时之间, 鸿光朝廷陷入了两线作战的境地。 马思英明知这时清军已经重兵压境, 却唯恐左部进入南京后, 自己性命不保, 因此怂恿鸿光帝, 调兵马过江, 拱卫南京, 又把黄德宫的军队调在长江以南的太平府, 留两左的部队部属于对岸江北, 迎击左军。 4月13日, 清军至四周, 明守四总兵率不难逃, 清军睡在这天晚上渡过淮河。 在左梁玉部东下, 清军南清的紧急情况下, 史克法惊慌失措, 胸中漫无阻见。 17日, 清军近日距离扬州二十里处下营, 四日兵临城下, 而被寄予后望的市镇兵马, 却望风而降。 4月19日, 高捷部提督李本申率总兵杨生祖向多多投降。 广昌伯刘良佐也率部投降。 东平侯刘泽青同山东总督王永吉, 总朝都御史田阳等, 带着一批文武官员乘船逃亡海上。 21日, 总兵张天璐、张天福带领部下兵马投降。 据多多向清廷咒报, 来翔的南兵总兵多达23元, 副将47元, 马步兵共计238300名, 仅这一批在江北投降的兵员树木就超过了多多阿基格两部兵类的总和。 清军出底城下时, 总兵刘兆基建议, 趁敌大众未到, 力脚未稳, 出城一战。 史克法却畏惧清军锋芒, 不敢让军队出战。 在守城方面, 朱将劝史克法罚掉城外的大树, 史克法却说, 那是兴话李氏的印幕, 也不忍罚去。 22日, 城中将领李七凤, 高齐凤, 胡尚有, 韩尚良, 一道出门详清, 史克法也听之认之, 不加尽之。 总之, 整个扬州城就是一副不战, 不守, 不祥的姿态。 史克法已经心灰意冷, 对胜利不抱期望, 只等着一死报国。 24日夜间, 清军用红衣炮轰塌城墙。 25日, 扬州陷落, 刘兆基战时, 扬州之府任民玉, 何刚等牺牲, 史克法殉国。 扬州城一日而下, 比起江阴县区区连史, 严影园陈明玉, 率领城中百姓奋勇抗清83天, 相去何止千丈。 史克法若全下有之, 不知是否会感到羞愧。 清军占领扬州后, 多罗以不停招降为由, 下令屠城。 屠杀从4月25日延续到5月初一, 扬州居民除少数破城前逃出, 和个别隐蔽较深的幸存者外, 几乎全部遭到屠杀, 城中饥尸如乱麻, 直到5月初二才安关自立, 查焚尸部窄西树, 前后约计八十余万。 5月初五, 清军禁抵长江北岸, 初九, 多多命梅勒张经李率太, 带领南京降将张天路、 杨称祖, 于黎明时分, 在瓜州以西十五里处乘船渡江, 在金山击败防江水师郑洪魁军, 随后登上南岸, 占领镇江, 后续马汉官兵先后渡江, 初十, 洪光帝仅同马世英和少数宦官商议以后, 连朝廷其他大臣也不告知, 更不做任何部署, 在凌晨出城而逃。 5月13日, 坐拥数万兵族的佐孟庚, 在九江附近率领部下兵马向清军阿纪格部投降, 远济贤不愿详清, 被押解到北京处死。 5月15日, 多多率清军主力进至南京城外, 新城伯赵之龙, 保国公诸国碧, 同魏国公徐九爵, 龙平侯张公吾日, 大学士王夺, 蔡义琛, 礼部尚书钱天义, 左都御使李瞻等30名高官显贵, 大开城门, 出营余交, 清军进城搜索警戒, 后, 17日多多进入南京, 随即把南京城中东北两区汉族居民进行驱出, 共清军居住, 朱犹松同马思英逃出南京后, 原本想前往杭州, 不料途经沥水线时, 遭到当地士兵的拦截抢掠, 混乱之中, 马思英的儿子带领永卫营拥处着洪光帝奔往太平府, 太平府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闭门不大, 又转入吴湖, 投靠晋国公黄德公, 马思英子以随身兵力, 护卫皇太后周氏, 辗转复航, 多罗进南京后, 急兵刚刚投降的刘良左, 率部充当向导, 派多罗贝勒尼勘勘, 护军统领图赖, 顾山俄真阿山, 顾山被子吞齐, 何托等, 领兵经太平追之吴湖, 黄德公部下将领田雄, 马德公决定降清, 黄德公不知军心已变, 把刘良左派来的赵祥使者出战, 引兵出战, 汉军趁黄德公不备, 暗中一箭, 射中黄德公侯顾, 黄德公自吻而死, 洪光帝被前雄火桌献给清方, 不久, 洪光被俘的消息传至杭州, 马思英同杭州的官僚商议, 请陆王朱长芳接国, 这位陆王就是原本前天义等, 想要以立贤为名拥立的贤王, 可事实证明, 这位贤王一点也不贤, 6月初八, 朱长芳就任监国, 次日就按照马思英的意见, 派陈洪范以割让江北市郡为条件, 同清军讲和, 初始, 命黄道州为大学士入阁办事, 马思英却唯恐黄道州入阁, 将影响自己揽权, 把监国的令旨缴回, 不予公布, 6月11, 清军禁礼堂西, 总兵放国安和子儿放元科, 所部兵马还有一万左右, 准备拥立陆王保卫杭州, 没想到朱长芳决意详清, 在方军同清军战于永津门下时, 朱长芳竟把九十送下城墙, 犒劳清军, 放元科极为愤慨, 东渡前唐江, 后来参加拥立鲁建国的行列, 6月14日, 清军占领杭州, 7月, 满洲兵难以忍受江南鼠热, 班师回朝, 同时将洪光帝和陆王, 惠王, 周同等番带回北京, 途中, 朱油松的嫡母周太后跳河致近, 朱长芳被清军携至北京后, 于顺之二年11月, 上书朝廷攻谢天恩, 次年5月, 朱油松, 朱长芳及其他降明的明朝贩王在北京被杀, 整个洪光朝廷就在这种耻辱的状况下结束了。